抗战敌我实力对比,民间武装抗日牺牲十人才打死一个日后。 历史会被尘封但不会被掩盖,更不会被扭曲老兵,为你还原那些真实的罪行。 这是一段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天津海德的惨案在一百多年前海德还是一。 各荒马场因清朝同治四年盟前通伤大臣重后,会同前户部尚书就请朝廷派军队砍荒,分立成牌。 而德明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军阀混战中一些散兵游泳和外地闯了祸出逃的人, 也全部躲到了牌的继续坐着打家结舍的迎征当时牌的周边有大小土匪十几, 苦由于土匪势力大当地的乡保长们,都不敢得罪他们1937年日后侵占天井,后民族威望之际。 当地的土匪有不少大出,抗日的旗号虽然不是特别卖地, 但是也给日本人的统治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日本人受到土匪的打击后,便怀疑海德的乡保长通匪。 就在1937年11月,以炼请牌的头面人物,维宁摆洪门宴,又补了乡长刘文云以及各地的保长, 村长等一共十多人,把他们全部杀死, 而在日本人的这一次行凶中他们还杀死了周边村庄的十几名农民。 1938年7月日后又以剿匪为一名在北洋和新德庄一带烧民房六十麦间大火烧起的时候, 农民杨宝晨的母亲因卧病在床,无法逃走而被活活烧死。 赤年九月底的一天日后包围了仅有几十户人家的新德庄, 有二十八名群众被枪杀,在这场屠杀中当地的自卫军自行了反击以自己伤亡十多人的代价打死, 打伤日军各一名因为日寇有伤亡的士兵, 他们就抓了十七名村民去排单亚当, 群众把日寇的尸体和伤兵以及抢掠的物品抬到目的地, 使他们却全部被日寇用刺刀捅死。 鲜血染红的土地日寇时常进村扫荡屠杀农民和伪小抗日自卫军高压之下, 因为根本打不过抵抗, 不了有一些本身就是土匪出身的抗日自卫军就选择了。 投降日本人这个老兵在前面的文章中多次介绍过投降日寇其实有挺大风险的他们屠杀伪军的例子, 非常多1938年10月3日,晚上日寇准备对刚刚招安改编的一支抗日自卫军进行秘密围剿。 日寇的计划被张贵庄火车站的刘战长破悉, 他为了救那二百来个自卫军战士的声, 命冒着危险偷偷把情报送了出去, 结果带改编的自卫军临时撤走了日寇吐了个空恼羞成怒之下竟然对那支自卫军的营部驻地留心庄进行屠杀, 他们杀死了了农民李清林后又纵火, 烧了村里六十多间民房, 据史料记载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